好继续带你看到玉里镇国中小校长联席会议 在金益文化公司会议室来举行 那么主办学校玉里国小校长张又仙 邀请花莲各级学校校长以及贵宾等出席会议 与玉里镇的各级学校校长们交换意见分享资源 玉里镇国中小校长联席会议 在金益文化公司会议室举办 主办学校玉里国小校长张又仙 邀请花莲各级学校校长以及贵宾等出席会议 与玉里镇各级学校的校长们互动交流分享资源 另外与镇长龚文俊则是针对学生教育学习部分提出建议 针对学生对于人事务的危机处理 让现在的学生能够多方面的学习 因为很多的小孩子现在怎么样不用当兵 再来一个很多的社情人际关系变弱了 所以对于事务根共的这些事务人危机处理能力 以及就是说事情的变 对于事情的这些碰到问题的这些状况处理 以及抗压性非常薄弱 各级学校的校长也针对议题提出经验分享有 期许教育工作者对学生要保持高度关心 很容易就能发现学生的问题 并且给予辅导跟协助 每个申诉的案件进行 务必遵守各个阶段 法定行政程序才能有效解决问题 记者高雙雙预理证采访报道